今天,什么是大死?什么是最大的事情? 帮助一切众生救悟,帮助一切众生回归真诚。 这是最大的大死,我们今天是全心全力培养儒师道的接班人, 培养西方所有宗教的接班人,这个最重要。 教学为心,特别要教学生。 尤其是刚刚开始电机的学生,奇蒙的学生。 幼儿园,小小班,从这里开始,就要培养他。 孝顺父母。 主要不要看前了这一句话。 圣贤教育的根是什么?就是孝顺父。 你不孝顺父母,孔老父子来教你,就没有。 一定要懂得孝顺父母。 第二,奉司司长,尊师中道。 我们一生的成就,父母养育正恩,教导老师者们。 老师跟父母完全是平淡,孝顺尊师。 这个教育好不好? 过去的人点头认同。 现在的人点头认同。 不相信。 你们在说鬼话。 你们是古人,跟古人在一起。 你们没有资格跟现在人在一起。 这个观念可麻烦大了。 我们要必须知道。 是真话了。 救这个社会,这个必兵。 就是救我们自己本人。 为什么? 我们没办法离开六道轮回。 莱森还搞这套。 这是百分之百的。 莱森能够脱离人道到天道。 以上的。 不断我。 在六道里面在搞轮回的人, 决定是大多数的人。 怎么办呢? 我们要没有遇到佛法, 连这个概念都没有。 怎么可能想到这个问题? 佛经第一堂科就给我们说这个问题。 如何能够脱离? 就在现前努力。 把圣贤教诲。 孝勤尊师落在我的眼前。 我一定要做到。 绝不吃亏。 将来的利益, 决定是自己收获, 不是别人。 我们做得好。 我们做得好。 做得认真。 就是教化众生。 邻居, 朋友, 大众看到了。 你会向你学习。 你就是化他。 自行化他。 自行救自己。 化他救终生。 十一不是二。 一桩四九。 我们要努力。 不难把这个开销了。 小朋友年纪小。 上六二月。 上小学。 教他什么? 今天我们将杂根教育。 特别重视能力教育。 在家里, 父母坐着他看。 你看他, 看到父母, 对祖父母的孝顺, 他就学会了。 千万不要留个榜样, 给儿女。 不孝父母。 我们对父母不孝顺。 他学会了。 他想得对你, 比你更不孝顺了。 麻烦更大了。 那个时候要回头来不及了。 所以在父母面前的时候, 要尽到小道。 谁占好处自己。 不是别人。 要尊私中道。 对老师要尊重。 也是要做给小孩看。 他在祖父母。 是什么样子。 是什么样子。 我尊私。 就是我尊私。 你尊私。 有什么样子。 我尊私。 你尊私。 我尊私。 佛清徒 长宝似宠阿 佳祭散徒苦 若有些温州 西法菩提心 金字衣包上 佛清徒 佛清徒